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林方暖 新闻开始带您关心的是 迎接农历春节到来 您规划好出游行程了吗 台湾市警察局从2月1号晚间10点起 展开加强安全维护工作 持续到2月15号为期15天 要做到治安平稳 交通顺畅 让民众安心过好年 新的一年龙年即将到来 台湾市警察局要让民众安心过春节假期 提前从2月1号起晚上10点 展开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 将一路持续到2月15号 为期15天 尤其加强维护治安平稳 如果民众有大额存提款 护超需求 可拨打110电话或到临近辖区分柱拍所 提出申请 淘警团队将提供相关的服务 让大家欢庆佳节时 治安无假期 除了会有存提款的需求 不少民众更会趁着春节长假到各地旅游 因此交通顺畅也是重点项目 呼吁民众开车不喝酒 酒后不开车 安全驾驶 春游其平安 并全力防治交通事故 维持止法能量 加强酒后驾车 闯红灯 严重超速 为离让行人 等重大交通违规起地 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让大家快乐出眠 平安回家 另外春节期间 因应治安热点也会设置机动派出所 民众如果全家外出拜访亲友或是出国旅游 也可以提前洽询临近的派出所 安排举家外出住居安全维护的服务 诈骗案件层出不求 苗栗县大湖乡最常出现的就是提领现金交付的诈骗案 年关将近大湖警分局远景深入市场 与民众进行预防诈骗及防抢防且宣导 并积极规划春节旅游旺季交通疏导工作 与都会地区常见的网络诈骗方式不同 务农人口较多的大湖乡 最常出现的诈骗类型 就是以电话或LINE一页式广告诱骗长者提领出大笔现金交付 至此年关将近 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即将启动之际 大湖警察分局的园警们走上街头 深入市场展开宣导 提醒长者及家人多注意多关心 如果家里老人家 你们年轻人如果有发现 老人家会去金融机构提领金额 或是一直在跟某个人在讲电话 务必要介入去了解这个状况是什么 有可能你一时的提醒 可以就保住你全家的财产安全 同时年节将近市场财卖时 也要注意防抢防窃 警方宣导队也提醒民众留意 另外大湖地区同时有草莓观光彩果 与温泉泡汤是过年期间热门观光景点 现在假日都已经出现旅游车潮 预估在年初二和年初三会达到人潮最高峰 尤其又以台三线台六线和苗六十二线交叉路口 以及大湖九庄前是两大车流涌色点 大湖警方也已经拟定交通疏导计划 台三线跟七十二线重要路口 还有台三线六十二线 还有大湖九庄前还有其他重要路口 都有规划交通警律来部署 我们也规划这个ABC级的部署方式 那也请各位游客乡亲 这个进入我们大湖地区的时候 一定要耐心听从我们交通警察的指挥 不要酒驾不要超速甚至违规停车 期盼交通顺畅让民众安心治安平稳 大湖警方针对农历春节过年前后 民众返乡采购年货出油等活动 规划相关勤务 利用各项场所展开宣导 让辖区民众安心过新年 年关将近却传出不少公司资浅员工的消息 陶渊市劳动局提醒 即日起到3月25号 受理申请事业劳工子女助学补助 除了中央补助 陶渊市再加码 如果是就读私立大专院校的事业劳工子女 最高可以再补助11800元 非自愿离职的失业劳工看过来 陶渊市劳动局受理 112全年度第一学期 失业劳工子女助学补助 如果经由劳动部审核通过 可以再向市政府申请 陶渊市失业劳工子女助学补助 最高再补助11800元 符合资格的人原则上是要 第一就是要在本市 涉及4个月以上的 非自愿离职的失业劳工 那另外呢就是说 他又有劳保局的相关投保资料 那再来呢就是他必须要 符合中和所得税的总额 是在新台币148万元以下 那再来就是要没有请领老年失业给付 劳动局劳资关系科科长张哲航表示 配合劳动部原有的 失业劳工子女就业补助 因此市政府的助学补助 是以加码补助为主 只限定私立大学的失业劳工子女 也就是说民众如果 失业劳工的子女如果是就读公立学校的话 那他的这个公立学校的补助 可以请他先到劳动部去做申请 那如果他的子女呢是私立学校的话 就是先到劳动部申请24000块的补助 那剩下的11800元来跟我们申请 劳动局科长表示民众可以透过 职本申请将申请书挂号 邮寄到劳动局劳资关系科 或是线上申请搜寻桃园网路 一纸通上传相关申请资料 申请时间到3月25号为止 桃园市完成U-bike 2.0升级 全部的厂站都已经增设了 U-bike 2.0系统 更好的消息是从2月1号开始 电斧车也要上路 提供市民更多样化的选择 交通局从去年11月底 开始进行U-bike 2.0新系统的转换 从龟山到卢竹 大圆等地都陆续完成 在1月19号 现有厂站已经全数 启用U-bike 2.0新系统 目前桃园各厂站都能够完成 U-bike 1.0和2.0系统 车辆的租借和归还 其实在1月19号已经完成4个阶段的启用 那现在目前全市417个厂站 都有2.0的新车供民众使用 然后未来我们也会投入2.01 电斧车就是在2月1号会实施 然后预计会投入600辆 接下来2月1号起 交通局将投放U-bike 2.0电斧车600辆 开放民众使用 让民众在通行选择上多一种选择 是不一样的 像一般的车型 它是4个小时以内每半个小时10元 那这个部分都是由桃园市政府 这边就是全额补助的 那可是像2.01 就是前两个小时 每半个小时是20元 这个部分费率可能是要由 民众去做一个支付 提醒民众注意 一般车型享有前一小时免费的优惠 但电斧车则是全额由民众自行负担 交通局举办公共自行车公民参与工作坊 联听使用者的心声 并进行后续改善的参考 苗栗县台13县苗栗市信义接口是主要干道 但是因为原有交通动线交织 容易发生碰撞 是111年全台前30大易造石路口 公路局苗栗公务段去年底将车道重新配置 划设曹化线 让动线不交织 保障民众信车安全 尽管不是上下班的时间台13县 苗栗市信义接口依旧车辆往来频繁 去年底公路局苗栗公务段 依注120万的经费进行路口改善 多数会连大家都会进入到南苗市区来 做一个生活上的一个消费使用的部分 所以在这个路口上 常常就是会有机车右转 跟我们要右转的这个汽车 或者是执行的机车 会来有一个交织的状况 那这个五叉路口也常常会发生 就是相对在转向上 也是会有一些交织的这些车祸的造成 这处五叉路口是上班族和联合大学学生前往南苗商圈 必经之路 但旧的车道规划 动线交织 碰撞锅 公路局统计 这里是111年全台前30大一兆式路口 也是中区洋湖分局辖内前10大高风险路口 从高空俯瞰 改善包含增加偏心左转车道 透过操化线限缩路间 避免汽机车动线交织 后续针对县内的重大路口将会通盘检讨 有可以增设不管是左转转向道 或者是做偏心左转车道的这样子的一个路口 我们都持续在办理 我相信在苗栗市我们的一个台湿山上 其实现在多数有空间做调整的 我们已经都完成了这样子的一个调整 那在比较在比较北端的 比如说竹南头粪 那现在县府也针对许多的省道上 他们也一并有这样子的计划 这一两年都陆续有来做改善 那我们会持续盘点我们剩下的 这些道路的一个大路口 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空间 会再来持续的做调整 路口改善也必须考量现有的道路空间 要让完善的车道配置 顺畅的引导车流降低意外事故 大家好 我是谢政武 捐血一带救人一命 捐血前要记得二步一要 不要空腹 不要熬夜 要多喝水 捐血后 扎针的地方 记住轻轻押注五到十分钟 邀请您2024年3月 跟我101全台六地总动员 当巨大的压力迎面而来时 孤独似乎成了最好的方式 毒瘾凌驾你的理智 你从来没想过会伤害最在乎的人 但你就是控制不了 别因压力 好奇而碰堵 这会使你失去所爱的人 事 物 也会造成身心永久的损害 千万别尝试 一次都不行 阻断毒品的第一步 是在关键时刻守住立场 绝不越界 投资型诈骗 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 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 事实上 这类型的诈骗手法 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 吸引被害人上当 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 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 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 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 随机捐款而逃 千万别上当啊 轻松致富多陷阱 脚踏实地最实在 苗栗县草莓温泉季展开 至今吸引了十万人次游客 寒流来袭抛汤享受 县府以及医师就再次提醒抛汤注意要点 包含入狱前后补充水分 还有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 依照医师指示入狱并选择领有温泉标章的旅宿 安心旅游 苗栗县泰安向温泉顺地 随着寒流报道更是游客的必寒首选 只不过想要安全安心泡汤 有几项守则得注意 泡温泉里面有一些就是酸性物质啊 可能会不止对皮肤啊 或者是说对你的血液通路 可能会稍微有点改善 但当然可能还是要衡量一下自己本身的状况 可能就是像有高血压糖尿病 或是一些心脏疾病 这种容易造成血压变动比较剧烈 可能会影响身体的 那可能这个族群要注意一下 那如果说你的控制 血压控制的不是很好 或是血糖控制的不是很好 那我就可能就不建议说去泡温泉这样 有可能比较容易有一些风险这样 医师首要提醒高血压糖尿病的慢性病患者 血压血糖控制状况不佳 应该避免泡汤 泡汤的NG行为还包含了刚吃饱饭 空腹饮酒后泡汤都可能造成不适 而泡汤要点最重要就是适时的补充水分 泡温泉可能要注意的就是水分的补充一定要足够 这样子因为泡温泉的过程中很容易水分流失 再来就是喝酒后啊 因为会容易造成血管扩张 血压比较不稳定 所以也不建议泡温泉 那刚吃饱饭或者是说空腹的时候 这两个时机点也比较不适合 可能饭后1.5到两个小时后 休息一下再去泡 那再来就是还要注意的就是 可能泡温泉起身的时候 动作稍微慢一点 因为可能身体刚暖 然后又接触到冷空气 那个血压变化会比较大 而苗栗县草莓温泉季登场 至今吸引超过10万人次的游客 元旦住房率更突破8成 县府也提醒游客选择有温泉标章的旅宿 苗栗的话呢 泰安地区的温泉业者其实还蛮多的 那大湖地区跟我们的院里地区 其实都有可以泡汤的场所可以选择 那也呼吁大家就是要选择 有温泉标章的饭店来做住宿 天冷泡温泉一大享受 但安全泡汤是首要 随时留意水温身体状况 才能够放心的温暖身心 冷气团连日发威 新竹县五峰乡低温只有7度 新北市三多狮子会议就宋爱上山 捐助246户中低收入户 还有身杖以及额绍辅助等 有百米超商礼券和保暖衣物 要让弱势家庭在寒冬中感受到温暖关怀 一箱一箱物资堆在车上 新北市三多狮子会三度下乡到五峰 举办寒冬送暖发放生活物资 今天非常感谢三多狮子会来到五峰 给我们这些中低收入户 额绍辅助还有一些特殊际遇家庭的部分 来送这样的一个爱心物资 今天总共发放了246份 来给我们的乡亲 我们台北资源比较多 我们狮子会本身就很多社会活动 我老婆也是太雅的 所以我觉得有机会服务 我非常开心 抱着沉甸甸的米和生活必需品 民众排队临去 三多狮子会长邱锤荣 三年前搬到五峰定居 有感山区资源匮乏 就募集善心人士捐助沙拉油 超商礼券和保暖衣物等 给246户中低收 身杖和额绍辅助等 受到帮助的民众都说 很感激善心人士的善举 身上天冷 很需要保暖衣物 还可以拿礼券去超商购买 很实用 非常的好 感恩 有拿到了什么样的东西 有那个泥 还有两罐的那个沙拉油 还有礼剑 有物资就很高兴 衣服啊 因为山上很冷 随便穿 有碗就好了 有暖就好了 山区现在真的是很冷 有一些衣服真的是很好 因为像老人家 像我就是帮我老人家看 有没有比较厚一点的外套 最强寒流来袭 低温下探气度 善心人士带来温暖 在年前让山区民众 感受社会满满的爱 高雄道德院经常举办 政绩物资发放 成为地方佳话 但是动则救助上万贫困家庭 也造成了道德院入不敷出 出现负债 尽管如此 庙方按照神明指示 将连续七年举办政绩活动 除了靠山心人士帮忙 上千尾志工更是重要之主 将百米放进塑胶袋 加上泡面肉酥等民生物品 高雄道德院的志工 跟生产线一样 一刻也没耽搁 分工合作打包 政绩物资 两天下来堆成了一座小山 原来这是为了赶在救济活动之前 完成一万多份的物资打包 道德院志工动员200多人 从早到晚全心投入 志工们不喊累 反而多了满满成就 道德院汪泰民中师 还利用工作的空档 发送红包 感谢志工一年来的用心付出 高雄道德院每年巡回全台 政绩十多万贫困弱势家庭 去年中师汪泰民还向神明请示 要替台湾消灾解饿 这条结果是要连续七年 每个月都举办政绩活动 尽管志工不喊累 但十方善款不足以应付政绩费用 导致道德院出现负债的窘境 12年来道德院花费在政绩上超过13亿元 还多次名列高雄公益宗教团体的前茅 面对路不复出 东西相信太上道主的安排 政绩贫困一定会持续做下去 一共要做七年 每个月都 如果你那个庙物很忙 到主圣诞过年的时候很忙 你三个月没做就要再延后三个月 反正就七年每个月都要做 十万善气能够出钱出力 来做一些善事也是好的 对他们本身也是好的 我们不敢这样想 可是人家要如果真的有善性要来建筑 我们也是很感激他们 要完成连续七年 每个月政绩一万多户的弱势贫固 除了要依靠善心民众奉献捐款之外 院内上签名之功更是重要的力量 中市除了在过年前发送红包 节礼物向志工表达感谢之外 也期盼在志工的协助之下 完成道主交托的善事一举 帮助全台弱势家庭度过困境 寒假到来苗栗家福中心 即将在三月份发放第二学期 高中以及大专生奖助学金 目前缺口达150万元 发起了对外募款活动 希望帮助贫困弱势的家福青年 专心向学 透过教育翻转人生 帮助弱势贫困的家福中心 辅助家庭的高中生和大专生 能够专心向学 透过教育翻转人生 苗栗家福中心在寒假过后 开学的第二学期发放奖助学金 约200多位 目前助学金缺口还有150万 需要社会热心人士协助 虽然放寒假了 可是马上就要面临 我们的大专学生要开始缴交学费了 所以也在这边呼吁大家 踊跃来赞助这些大专学生 让他们可以顺利的就学 所以我们也在三月初 要发放一批奖助学金给我们家福的学子 所以这边要呼吁大家一起来 家福中心目前辅助的苗栗县学生约1670位 鼓励他们努力读书积极升学 从高中升起 只要学业成绩平均70分以上 就会发给5000元奖学金 如果顺利升学考上大专院校 完成报道注册入学的 当年度就会发给2万元 接下来每学期只要学业成绩达标 就会给予15000到2万元 接下来下学期预计要发出400万元奖学金 帮忙分摊学生就学期间的经济负担 虽然他们很多都在打工 可是我们也期待孩子 不要因为打工而方会了学业 所以我们的奖助学金 就是可以支持他们 也可以让他们减轻他们的一些负担 所以这个是部分 还有另外是期待能鼓励他们 努力向学 那早日脱贫 许多家福孩子未来出社会后 有余力都会感恩回报 像是年初赠送全县家福家庭年菜礼盒的一举 就是来自于家福儿的回馈 爱心蔓延 善意回报 若要捐助奖助学金的 可以向苗栗家福中心联系汇款 新北市三峡地区 山林资源丰富 时常有蛇类出没 交系里长周志宏 担任益销超过20年 练就医生抓蛇好功夫 除了维护社区安全 里长也积极发掘 并关怀弱势以及脆弱家庭 用心付出 获得了新北市政府表扬肯定 这次还有去恩资光医院医生 我们要研究他的唾液 不是独一 是唾液 这个 滔滔不绝地说起抓捕蛇的经验 山峡区郊西里长周志宏 担任益销超过20年时间 不仅亲自投入成为防災室 推动社区防災工作 其中他还有一项特别的 里民服务辨识抓蛇 以前当兵的时候 被学长训练了 退伍之后加入益销又常常接触到 那个抓蛇捕风的作业 然后慢慢的累积经验 其实没毒的蛇 你看起来你只要害怕 你其实每一只你看起来 都是觉得他是有毒的 对 然后认识之后 你会变得比较不会那么害怕 会分辨蛇类这样子 除了维护社区安全 理想对长辈和弱势 加护的照顾更是不遗余力 结合运用各种资源提供物资和帮助 降低风险家庭的危机 理想建制全灵高风险家庭安全网 或是否表扬 我们这边有很多善心的单位 然后包括那个公庙那个都有 然后他们会到礼办这边来 有一些资料给他们 然后他们防治之后 就是比如说过年 现在过年要到了 他们会安排 有需要的就是 过年的时候发放年菜这样子 每日固定和临障开会 积极发掘并关怀弱势及脆弱家庭 立障攜牲手临障及巡守队 持续建构安全 而有紧密力量的社区环境 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们 如何正确左转完 在可以直接左转的时候 应该在交叉路口30公尺前 就打左方向灯 然后查看照后镜并摆头 确认左方没有来车 才可以变换至内侧车道 朱新一说的没错 进入路口后 要骑到路口中心处等待左转 转之前呢 要特别注意对象是否有来车 如果有执行车 一定要让他先走 确认安全距离足够之后 才可以起步 站住 别跑 别跑 可恶 看来 是我出手的时候了 系机车不为停 现家不占用 机车不请人行道 安全的真相只有一个 把人行道还给行人 每一百人就有五人阴患心病而死亡 心肌梗塞 随时有可能发生 雾轻哭 心痛 冷汗 忍气 快点救救我 心痛喘到冷汗 快点救救我 客语能力高级认证在去年底放榜 全台湾只有六位通过 台湾市就有两位 其中八德国中的客语教师徐维力 获得了四线枪高级认证 他说参加认证是为了检视自己的学习成果 客语能力中级及中高级认证 及客语能力高级认证放榜 这一次共有6067位考生报名 通过中级认证有1521位 通过中高级有383人 而通过高级认证的全台只有六位 其中一位是桃园八德国中的客语教师徐维力 徐老师表示 参与高级认证是为了检视自己的学习成果 一方面也是希望可以鼓励学生 比较长一段时间都在从事客语的相关工作 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考试也检验一下自己 还有哪些可以再进步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 我觉得客语的扎根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从政府的客语的基础 基础级初级中级中高级及到高级 我觉得不单只是老师们参与 我更希望学生也能够一同参与 徐维力毕业自中央大学课语所硕士 目前仍在攻读博士班 谈到如何准备课语认证的考试 徐维力表示 多去和不同腔别的长辈聊天 去理解词汇背后的故事 就会记住了 全台国中自111年推动本土语课程 国中七八年级的学生 每周必须上一节本土语的课程 徐维力老师认证通过 对于八德国中的师生 都是很大的鼓励 那在课堂上呢 其实我们的孩子跟老师 就从基本的生活的对话 主要就是能够沟通和运用 课语的一个沟通运用 另外呢 其实学习课语的 我觉得学习不同本土语的孩子们 他们其实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不只沟通而 在于对于不同语系的一个 文化的一个了解 徐维力有四线腔高级认证 大浦腔中高级认证 海陆腔中级 赵安腔中级的认证 目前朝海陆腔高级认证努力 他希望以身作则 鼓励学生更认真学习课语 热闹迎新春 台中西屯区 福亚礼与福林礼联合新春活动 将李明首作3D立体春字 一早就来了近80位长辈一起剪纸 另外还邀请书法老师 辉豪书写春联赠送李明 提早感受浓浓的过节气氛 大笔辉豪写春联 福亚与福林两里合办新春活动 一早就挤满了人潮 今年其实可以看到越来越盛大了 透过这种更多资源串联的方式 来把这个传统的文化 继续来每年来举办下去 我们社会最大的宗旨是 老人家开心 年轻的安心 沾沾笔墨克制春联一气呵成 现场来了约80位长辈 一起感受春节的热闹气氛 地方明代邀请20年老经验的书法家 现场辉豪人气超夯 幼儿园的孩子们也瞪大 眼睛一睹风采 除了对联 也搭配龙年携出大大的好运 龙来一幅一幅挂起来 新春喜气都有了 另外还邀请老师 手作3D立体春字 为家里增添布置 把它剪掉 这边一个小凹洞 李宁为上前 眯着眼睛跟着步骤剪纸 自知应景的春字挂饰 孙子陪着奶奶也一起来学 今天是陪谁奶奶 挂在家里 因为我头一次 头一次剪 我觉得很快乐 有喜气的感觉 我们每年都有跟我们的 福亚长情关怀协会 那还有我们的福亚礼礼办公处 以及我们的福林礼礼办公处 那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活动 所以我们希望说呢 透过这个活动 能把新年快乐的气息 能传递到呢 就是我们每一位长者 社区团聚迎春热闹滚滚 让过年应景习俗 成为亲吟老幼 共荣共乐的最佳机会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交换生来台体验不同文化 也到教养院成为院生的好朋友 来看到新竹县内斯高宫 就媒合了美国高中生 到关西华光当职工 协助包装新年礼盒 也一起书写春联 还发想出创意英文春联 送上温暖祝福 努力临摹写春字 提笔的竟然是金法碧眼的美国人 内斯高宫连五年 媒合交换生到关西华光教养院 当志工体验生命教育 我们这样谢谢华光 给我们这些学生们 一个能够体会 能够体谅 我们如何去照顾 一般比较弱势的学生的人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 他很高兴 他也弹吉他 然后跟我们大家活动 甚至我们的院生 你可以看到我们院生很活泼 他们一点都不怕生 因为我常常给他们 有机会接触外面 所以我常常 你看我们的院生 没有自卑的感觉 他们不自卑 虽然你看他们 不是跟正常的一样 跟他们很快乐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服务学习两周 交换生来到陌生环境 一开始跟院生难以沟通 但从课程中不断互动 渐渐熟悉 也在过年前系 学习中华传统文化 写春联 化身Q版恐龙 象征楼年道 还跟机构的菲律兵籍 赵福源一起写 创意英文春联 拼写出健康美满 院生也努力展现 练习成果 写出平安 春字 有艺术感 怎么跟外国人互动的 我是跟他讲中文 因为我不会英文 但简单单字可以吗 可以啊 像什么 像早安啊 还有哈喽 还有你好 滚模你 简单的就会 他感觉像 很像是我的家人一样 采收香草 用精油做成香皂 交换生也协助包模 装礼盒 要募集爱心 整修70年老房社 金龙年在志工温暖陪伴下 255位院生 感受满满关怀 不孤单 农历春节就快到了 台中太平区 宜家社区关怀据点 就邀请中台科大 老赵系和国小学生 齐聚一堂包水饺 大手牵小手 一起手捏金元宝 孩子们自己动手做 成就感满满 也提前感受过年的 欢乐气氛 我切一个 等一下后面给你切 多多多 俐落地把高丽菜切成丝 准备水饺的内馅 剩不到一个月 就要过农历的春节 太平区的宜家里关怀据点 今年就邀请到中台科大的老赵系 和国小的学生 大家一起包金元宝 一直以来 我们都是跟中台科技大学的 老人照顾系一起合作 所以我们在设计课程方面 都有很多元化的 然后今天刚好是应景的 快过年了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包水饺 因为水饺就在我们民间来讲 就是像是元宝一样 所以过年会吃元宝 那当然我们就设计这个课程 就让长辈会的 就是算是传承啦 传给学生 中台科技大学生 水饺皮有十斤 然后整个差不多 加起来应该差不多七八百粒 绞肉加入一匙又一匙的 胡椒粉提味 再用手均匀地搅拌 瞬间香味扑鼻 太多不好包 接着再用水饺皮 包入满满的馅料 看起来饱满多汁 捏捏捏 一颗颗金元宝就大功告成 有不少长辈一边包 一边传授手捏金元宝的秘诀 给小朋友 让不少孩子都直呼 成就感满满 很有过年的氛围 我觉得很好玩 同时在长辈身上 我们也希望学到说 长辈的手法记忆 然后传统的记忆怎么传承之类的 那其实长辈很乐于教我们 也就是在包水饺的过程 也有跟我们讲他们的故事 大家就包着说很高兴的 那小孩来看着说 哦 这样包着很好吃 那一天就完成了 真的新闻 办这儿 让我们老婆再来 这样有多东西 有多东西 有多东西 不得到处就没帮了 据点的活动 让大家齐聚一堂 老少共学一起同乐 不但凝聚了社区的向心力 也提前感受浓浓的年节欢乐氛围 每一份捐血都是生命的礼物 但是你知道吗 近十年 台湾24岁 首次捐血的人口数大幅降低 年轻心血减少了近四成 我是谢正伍 2024年3月 邀请你一起响应 大大洗手 让爱会流 捐血加年华 我长得也要长超人 长跟超人一样吗 请你跟我这样做 几手过马路 增加能见度 走这边比较快 我怎么这样穿过就好了 稍等一下 不可以黑白过车路 我们走万买山很安全 副长 赶时间吗 不急 入口减速有过赞 停让行人才最棒 入口要安全 车辆慢看停 行人停看停 我不要得产病毒 完全没有消毒 可能会传染产病毒哦 我不要得产病毒 爸爸回家要先洗手 换衣服才能抱我了 有人可能会传染 肠病毒给我 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 老师说 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 请洗手 藏卫生 肠病毒 远离我 人人都是CSI 漫长寒假 为了充实学子生活 台中文化高中举办指纹建设的科学营 教学生如何利用化学原理 让指纹浮现 并采集门把上的手指纹路 让学生们惊呼好神奇 还能够训练观察力 指纹该在塑胶片上 在利用三秒胶 外加高科技的泡棉 产生烟雾进行催化作用 让指纹浮现 这里是文化高中的实验室 为了充实学生的假期 校方就举办指纹建设的科学营 寒假期间开设了23个营队 那由我们自己校内老师来担刚 或者是跟大学合作 那有总共400多名同学报名 那我们课程的内容 比较都是实作性质 所以老师们会把原理讲解完之后 让学生去做实作 这个是一个比较丰富 同学学习的内涵的方式 也比较容易深化 不需要学科能力很好 但是你需要有三个 与生俱来的能力 第一个是你需要会思考 然后第二个是你需要有观察力 第三个是你有动手做的能力 所以只要你有这三个能力 你一定可以在这堂课学到东西 采集厕所门把上的指纹 同学们都惊呼连连直呼神奇 除了采集之外 课程还包含认识指纹的类型 特征以及成分还有判读 让学生们能快速的上手见识科学 挑战观察力和逻辑思维 培养团队合作的能力 而这门课也深受同学们的喜爱 一开放报名就立刻爆满 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 去截取我的指纹 然后看它里面的一些构造之类 我觉得很有趣 指纹的采集原来有这么多种 然后指纹也有分很多不同种 所以每次想要看自己手指头 可能就也可以看出个是什么 我指纹真的哪里跟你不一样 只有在电视剧上面看过要怎么辨识指纹 但是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辨识 对 今天需要蛮多方法 像粉末法 然后硝酸 瓶之类的 藉由科学体验瓶的办理 让学生人人都有机会成为 现代版的福尔摩斯 也从中解开剑式科学的神秘面纱 文华高中剑式瓶 大 练习百日只为一准红星 台中西屯中山国中射击队 寒假首次和基隆明德国中进行交流 除了包含空气步枪射击之外 也进行战术和心理训练 扎实训练每个环节 协助选手备战四月全中云 瞄准射击蹦的一身极重红星 地点就在中山国中的室内靶场 校内的射击队今年寒假和基隆的明德国中 进行交流 以枪会友 互相切磋技法 那我们希望藉由这次跟明德国中的交流活动 可以让我们的孩子的手枪跟步枪 能够更上一层楼 在今年的全中运获得更好的佳击 他们这次有三年霸的选手 可以做互相的交流 那我们在最后一天会有对抗赛 那会针对个人的决赛 混合赛的决赛 去做训练上的竞争 装入子弹在调整动作交流的内容 包括针对空气步枪的射击以及战术和心理训练之外 也是双方第一次进行一地训练 不少同学都说透过这五天的课程 不但能扎实的训练每个动作和环节 也能提升枪法和技巧 为今年四月份的全中运做准备 还有耐心好可以学他们 多学习他们 希望这次的地心愿是可以改善我的流畅性 因为我本身打来比较慢 所以希望靠过他们的训练可以加上我的流畅性跟自信性 改变一下选手平常一个舒适的环境 去刺激他们平常的一些可能体能的部分 或者是技术的部分 那希望利用这短短的五天 然后达到一个最大的效果 我在他们这边也有学到很多 就是不同的练习的方法 然后也可以让自己有更大的突破 寒假课程的办理不但能提供师生更多的交流舞台 凝聚团队的士气 也为双方建立深刻的情谊 台湾市东安国中学生参加日本世界儿童化展 全国选拔真话比赛 获得了特优和优胜的夹击 目前才国异的他们从生活当中取材 获得肯定将代表台湾到日本参展 车子上承载了高楼大厦 铁道运输 智慧型手机等 搭配灰鞋有趣的创作手法 熊一红将自己看到的社会现象反映在创作上 这台车它上面承载了许多现代科技的进步 就是科技它这台车影响影响整个世界的进步 然后但是世界进步的同时会有一些负面影响到来的一些社会现象 这些创作理念是从那个 到路一些街景还有一些社会新闻所的灵感 而另一幅画作看似市场激烈的跑车竞速比赛 仔细一看他们手中居然拿的是电子游戏机 学生将自己喜爱的燃油车竞赛和自己心目中的偶像 结合电子游戏的设备 表现出另一类现代化的游戏竞赛 这幅画的创作理念是我想将这世界上仅剩不多的燃油车项目 将它以画作的方式带给各位欣赏 然后并且结合了现代游戏机来将赛事转为国际化 而不是单只有专业车手可以在赛场上办的事 连民众在家里也可以参加国际项目 这两幅画作是东安国中美术班国一的熊逸宏及附加为两位学生的创作 画作通过中华民国选拔参加日本第54回世界儿童画展 东安国中美术班成立六年的时间 老师在教学职档上让学生自由发挥 利用生活所见到的事物当作创作灵感 然后我们这一次进来得奖的是七年级的两位小朋友 然后这两位小朋友就是很有想象力 然后他们一个是很喜欢赛车手 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都很喜欢画 对对对然后两个风格都还蛮特殊的 创作的灵感它不是说只有窝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 它需要打开眼睛然后去例如说关注一些新闻时事啊 或是观察它的生活周遭 所以我们在平常课堂的时候也会多引导同学去 多做观察跟搜寻 然后不要只有拘泥在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兴趣里面 一直反播化一样的东西 我们会给同学更多不同多元的建议跟方向 两位国一的学生参加真话比赛获得佳击 将代表台湾参加日本世界儿童画展 除了鼓舞其他同学也登上更大的舞台 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创意 你看过不到30公分的小马桶吗 台中市大雅区中医社区活动中心公厕 是过去幼儿园厕所 但是110公分高的围墙又没有夹盖 民众根本不敢使用 因此地方争取经费部分改建好方便的同时 也保留过去历史轨迹 没有啊 没看过啊 没有 没看过这么小的马桶 让你以为来到幼儿园吗 不 这里是大雅区中医社区的活动中心 很可爱啊 你没有保留 就没 人家都不知道 很可爱啊 对啊 这个是小儿子 他们小时候的回忆啊 这一间一间的小小厕所 是许多在地李明的回忆 如今幼儿园搬迁改成活动中心 但因为产权问题需维持现况 于是小马桶就被保存下来 但活动中心的长辈们却没人敢使用 四周仅有约110公分的低矮围墙 站起来里面的状况一目撩然 地方希望可以争取经费部分改建 让李明方便的同时 也保留过去的历史轨迹 志工也把保留得非常非常干净 整理得非常干净 让这个我们的下一代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都是我们社区发展关怀据点 还有就是一些保存眷村文化的地方 那有很多的居民会来 那当然他们居民来 他都要需要使用这样一个 就是一个厕所 但是这些当初设计的 都是因为为小朋友来设计 所以我们大人使用上是很不方便 因为他都是半楼空的 那未来我们就希望就是相关的单位 可以来协助我们把这样一个厕所 把它修建成就是我们一般民众大人 大家都可以使用的 那我们也想要就是把这么可爱的小马桶 也能够把这些小马桶也保留一部分下来 地方期盼迷你厕所的大面山 让长辈有完善的如厕空间 也能保留部分小马桶成社区亮点 迟到了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很慢的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铜向转弯或执行交叉 遇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汽机车行进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六千元以下罚缓 停让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证部警证署 关心您 来来 奶奶 我是叫你停在安全的地方等 看红绿灯挤来车 听车辆警示音 再走行穿线 就是斑马线啦 哎哟 行人平看听 才是安全好习惯 我们是钞票 刚刚从中央银行诞生了 从此我们将为人们服务 大家会用我们来购买东西 可是人们常常不太爱护我们 请不要随意搓揉 折叠 把我们丢进洗衣机 也不要在我们身体上涂鸦 做记号 请将我们整齐地放在皮夹内 如果您有过多的纸仓 记得存到银行 安全又赚利息 经过整理后 就有干净的钞券可用 钞券代表国家的形象 按习行台币 大家一起来 迎接苗栗县大胡香草莓季 为了让民众吃得安心 大胡香公所与人的医校产观学合作 协助农民进行草莓等农产送检 农民最快在第二天 就能够知道自家农产品的用药安全性 为食安做好把关 大胡草莓季到来 香甜硕大的草莓红的诱人 但是坊间也常传出草莓会有农药残留 让民众去不 从今年1月份起 大胡香公所与仁德医护专校合作 提供在地农民草莓农药送检服务 每周二统一在大辽村社区活动中心修建 送往仁德医校检验 我们元月份才开始跟公所 跟仁德药校结合这个案子 那么上礼拜是有20件 当然我们送检的项目不只草莓而已 所有的农作物都可以送检 检验主要针对农药残留进行快速筛检 以神话法对于农民常用的药剂做出判断 最快第二天就可以知道结果 不仅为草莓食用安全性把关 也可作为农民安全用药参考 常年下来在外面行走的时候 就是碰到很多人说草莓农药很重 所以很多人也不敢吃草莓 草莓应该在食安问题的前提下 食安问题的前提之下 应该是使用在安全 然后在种植的方法之下 让草莓给消费者一个很正确的观念 就是说你来大福吃草莓 大福的草莓会很安全 农民自己把自己的样品收过来 我们透过我们补助这几年费用 他们可以了解就是说 我们的草莓的含量到底是多 我们有安全用药 那它的残留量有没有符合就是标准 透过这种方式让就是 农民可以自主管控 它直接用药 还有它的一些管理的措施 农药快筛服务 大湖乡公所提供检验成本费用补助 检测农产也不止局限在草莓 大湖乡农民生产的其他蔬果农特产 也都接受送检 目前已有20件送宴 全都合格 也希望借由学校第三方的客观检测 建立消费者对大湖草莓的信息 安心采果品尝 想看季节限定的洛宇松美景 不用千里迢迢 在都会区就有 位在台中北屯区的南兴公园 有一处洛宇松大道 近50颗的洛宇松 由翠绿转为橘红色 请不少民众前来拍照打卡 随便拍都是梦幻绝景 你也想要捕捉季节限定的洛宇松美景吗 不用千里迢迢 在我身旁的洛宇松大道 就位在台中市区内 微风吹拂 枝叶如羽毛般飘散 民众带着最爱的毛小孩散步 与家人坐在一旁野餐 惬意又浪漫 就很棒啊 就在这附近你可以 有空就来逛啊 而且天气那么好 就适合在这附近游荡 而且一个漂亮的公园 就是要这样来运用嘛 喜欢录影山吗 还蛮爱的 就是颜色漂亮 而且你看起来冬季这样就很舒服 像我每次来我就是各个角度都会拍很多照片 都一直传 我想说每次都拍福音 我真的每次看就那种感觉就很新婚 台中市不是很远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么漂亮的 记得以前我们要跑到日夜潭去 这个地方就很漂亮了 所以我们常常来 一眼望去公园大约种植了将近50棵的洛宇松 橘红色的落叶堆叠在地 弥漫浓浓的秋意 漫步在绵延200公尺的洛宇松大道时 仿佛置身在国外 位在台中北屯区的南兴公园 号称万平公园 近期洛宇松逐渐变色 由翠绿转为橘红 吸引不少民众前来拍照打卡 我是带小孩子来跑一跑 就是树的还好OK 像羽毛状的松树的叶子 就落在地上 地上铺了一层的范范的 也是很好的很像地毯 这个洛宇松长得就是 好像北国的那种松树 看起来很干净很漂亮 置身在洛宇松大道 随便拍都是梦幻绝境 民众再也不用周车劳顿 追秘境 成为公路上最美一角 来看到新竹县宝山乡的 新城、深井和宝斗三个村 两公顷大的休耕农地上 种波斯菊当绿肥 马路边稻田全都变成了 梦幻波斯菊花海 粉红桃红还有建层 不少路过的游客都停下车来赏花 冬天是休耕起了许多的稻田 都已经停耕了 但是就有一个地主呢 他在他的田上啊 种了许多的波斯菊 现在都已经盛开了 相当美丽 粉红白色一朵朵波斯菊 随风摇曳花之婉约 宝山乡宝新路二段沿路 都能看到波斯菊花海盛开 梦幻景象吸引游客停下脚步 捕捉花朵绽放美照 相公所鼓励农民火化土地 在深井宝斗和新城村两宫井 休耕农田种下波斯菊和向日葵当绿肥 打造浪漫花海 农民泄心照料下进入盛开期 桃红花瓣点缀黄色花蕊 还有粉白漸层随风摇动 就像在跳舞美不胜收 休耕后甚至第二期 到做生产完毕之后 会在我们宝山乡的各农地 施产我们的波斯菊 还有太阳花等等 在这段时间甚至春节期间 可以到宝山乡的深井村 我们双林路周边 及我们新城村的宝新路周边 甚至在我们宝斗村的新山路周边 有三个区块的非常漂亮的花海 呈建在所有的好朋友的眼前 花田在娇艳花朵点缀下 成为路边最袭击美景 春节走春踏青 深井双林路 宝斗新山路等三处 都能徜徉在缤纷花海中 以上就今天的TNews联播网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林芳暖 祝你一切顺心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